1月12日,圣灵,经文,他要荣耀我,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,告诉你们,约翰福音16章14节,我们的救主耶稣,在最后一夜与门徒同在时,应许要赐下圣灵宝会师,虽然他的肉身要离我们而去, 但上帝用另一种奇妙的方式,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同在,圣灵在我们心中启示耶稣自己,使我们能继续不断地经历上帝的同在,圣灵要荣耀基督,且以属天的爱与全能来荣耀耶稣基督,然而基督徒当中有多少人了解着荣耀真理,连传道人在讲道中,或灵修小品中, 都忘记提醒基督徒,要靠自己的力量,爱耶稣是不可能的,只有圣灵自己,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,教导我们回应耶稣的爱,唯有急着圣灵,我们可以整天经历主耶稣的同在,但要记得我们必须尊主为大,愿意让圣灵掌管我们全人全心,如此他才能兼顾我们里面的人, 使我们与耶稣有良好的沟通,住在他的爱里面,并遵守他的诫命,当我们领悟着真理,就懂得如何紧紧依靠圣灵,求上帝将耶稣内化在我们内在的生命, 圣灵教导我们喜欢上帝的话,默想上帝的话,并且照着他的话形,圣灵要在我们心中启示耶稣的爱,因此,我们也将以纯全的爱来爱耶稣,不断操练这功课的结果,将使我们无论在工作时,修监时,保守自己在上帝的爱中的生活方式,成为一种实际荣耀上帝的生命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